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是不想再去想 但是 說實話我真的第一次遇到這種 然後 當下因為 他對我施暴的原因 我也是覺得有點 匪夷所思 我跟前男友 他傳小孩的照片給我 然後請我幫他買小孩的東西 就只因為是這樣 然後他就 抓著我的頭髮 然後 拖行 然後 報答我 然後 當下我的臉 就是 嘴巴都是血 然後臉腫起來 然後就整個過程 從晚上可能 十點多一直持續到天亮 然後他都一直持續的拿著我的手機 然後 用我的手機 不管是發文章 或者是傳資料等等 就是用盡各種方式來恐嚇威脅我 那 這過程中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 嗯 當下其實我 整個人 就是 連腫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 嘴巴裡面都是血 然後 他還勒著我的脖子 然後 所以我的脖子 我都覺得我快死了 但是飯店的人其實 並沒有 就是 過程中他有一直請飯店 就是拿 我說 就拿冰敷袋啊 买药啊 等等等等 但是饭店的人都没有觉得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那我的手机又一直在他的手上 其实我几乎没有办法离开那里 其实在他打我之前 其实他就已经先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把我包包里面所有的东西 就是丢在走廊上然后到处乱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当下就是在捡东西的时候 饭店的服务船就过来 当下的瞬间有请他请服务船来救我 然后他就大声喝斥说 请服务船就是不能帮我捡东西 然后请服务船立刻离开 那是我也不敢就是 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开始就是暴力啊等等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 就是所以真的很 觉得说 哦 就是 所以我一个女性啦 然后面对这种事情 然后虽然我是立委 但是自己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就是 觉得好像 嗯 哦 因为大家有看到我去验伤 因为我是礼拜四晚上被打嘛 然后到我真的去验伤的时候 好像是礼拜天左右 所以已经隔了就四天了 那 当下其实一直就是在这过程中 就是一直有冰敷 然后 有擦药等等 但是 但是 到礼拜天去验伤的时候 还是就是 就是 就是 不成人形啊 那 这个医院的医生说 这个他们看过这么多家暴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 那 所以其实 呃 我自己也是 觉得非常的 不敢 不敢让大家知道说 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也不敢让家人知道 那当然家人也是很担心 就是说 有一方面就是 大家让 让大家觉得很理想 就是因为 你刚刚受盲 就是这一套 那 那 那 很关切放弃的 是因为 是因为有女性 政治人物的 这样子有关系 所以想要这样子 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都会觉得 是不是自己 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 其实也告诉我说 嗯 他们也有这样的经验 尤其是发生在女性身上 可能更多 所以我觉得说 在良性关系里面 就是 女性其实在很多时候 都是弱势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更要 就是 把这些事情 让大家知道 就是要怎么去面对 然后 我觉得我一开始处理 确实没有很好 就没有第一时间 去面对这些事情 而是选择说 逃避 甚至不敢去面对 对 那 到现在 我才觉得说 可能自己在 这个过程中 才知道说 这个 所谓的家暴啊 或是这种 亲密关系的暴力是怎么样 然后 它会让你陷于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恐惧 跟 跟一个 身不由己的状况 我觉得 就是要经历过才知道 所以 也 希望说 有像我这样子的 女性 大家其实真的要 保护自己 然后要 跟身边的朋友 家人 请求协助 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否则其实自己在里面的时候 往往就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跟面对 对啊